在过去二十多天的时间里,美国政府停摆的恶国不断险路,八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,一些博物馆、动物园等公益性机构,也不得不逼门谢客。 美国多个国家公园的垃圾成堆,无人打扫,民政部门无法搬离结婚证,加州境内的一些高速公路劫兵无人清理,导致车祸疲乏。 不凑巧的是,最近一周,美国仅半数地区遭遇暴风雪,代言政府关门,救援力量不足,受灾民众超过两千万人。 有经济学家表示,参照历史经验,美国政府关门后,每天将产生一点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 面对民众巨大的抱怨,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析,却仍没有缩小的迹象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内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,第一次到白宫新闻发布听方表讲话等非常规形式,反复强调边境安全议题。 另一方面,民主党坚持认为,总统应该先让政府开门,再继续讨论边境强预散问题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国内的舆论走向,也出现了两个极端。 从历史经验来看,美国政府出现停摆后,来自民众的压力对于事件最终解决具有重大影响。 例如,1995年持续二十一天的停摆事件中,由于民众普遍对共和党持批评态度,最终促使两党同意妥协。 可是,在这次争端中,共和党和民族党均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支持,双方都不愿意退让,因此迟迟不能达成妥协。 美国政府停摆创下新纪录,恰好是特朗普执政进入第三年之际。 然而,过去的两年时间,特朗普可谓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。 在国内,特朗普内阁成员到唤醒,多名政府高官辞职,或者被开除。 整个联邦部门,至今仍有271个领导职位空缺,其中包括侯物约的70个岗位。 在国际上,特朗普深陷中都困局,在贸易问题和伊核问题上,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恶化。 更要命的是,特朗普还背上通俄的嫌疑,支持无法洗清。 特朗普现在可谓是内外交困,根据特朗普这几年的表现,他能否取得2020年的连任? 专家指出,目前来看,特朗普在2020年连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 就是能否保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。 特朗普上任后,美国经济增长,国内就业率上升,但现在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了。 如果2019至2020年特朗普执政期间,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, 他将会彻底失去原本所拥有的底层民众支持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